大家注意看 以后大头菜买回家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像我这样换一种做法 鲜香脆爽特别好吃 做法比烧开水还要简单 树上摘的大头菜 对半切开 去掉白菜根 然后用手撕成大大的小块 再准备一个大萝卜 不用去皮 直接切成薄薄的厚片 给它们全部放在一起 再放上一些黄瓜条 口感会更加脆爽 多撒上一些精盐 翻拌均匀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把所有的食材腌出水分了 用手给它钻干 这个烟菜水 你可千万不要扔 留着有大用 再加上我家的自来水 把所有的食材洗掉盐味了 不知不觉我已经分享了 两千多道家常菜教程 最近一直也没能收到您的小红心 真的是太惨了 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给点一个 免费的红心鼓励一下吧 谢谢大家了 最后用力的钻干水分了 加上韭菜段和原葱丝 再加上一包这个 韩式泡菜专用酱 吃过很多家 还是感觉他家的味道更好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 在家里咱们也能做出 朝鲜族拌菜的味道来 而且现在都是 19块9两大包 真的很划算 把所有的食材拌匀了 即可开吃 放在冰箱里冷藏 鲜香脆爽更加好吃 喜欢你就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 着如果您装个热箱里 证划 证划